这里是陪你读轮艺讲药 您好,我是唐玉玲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来学习轮艺讲药 现在的进度是雪儿篇的第十一章 经文是指约 父在关其字,父莫关其行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笑语 这一章,这一章蛮有趣的 我们说父亲在的时候 要看小孩子要看他什么 要看他的心智 为什么要看他的心智呢 就是他的心智 有没有是一个想要学习人家的心智 在家里面要先学父亲、父母亲 出外学老师、朋友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别人身上看到优点 我们学习法有三种学习法 第一种的学习法是你看到人家的优点 这个优点很重要 你才会变成你自己的特色 第二个你要看到人家的缺点 然后变成你的警惕 第三种是你要 从这个优点跟缺点当中 变成你的人格的特质 你人格特质里面没有这些缺点 有这些优点 能够发挥你的所长 你这个所学才能够发生大用 那父在关其字 就是关小孩子的心智 他有没有想要学父亲 就是他的优点 他的长处 他的特色 那我们会说 不会啊 父亲有什么优点 不 我们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有些人 当他在父亲告别式的时候 他才发现到 父亲还是有很多的优点 比如说 这个很正直 或者替别人想 或是很顾家 或是在公事上 他很诚实 或者他很连结 或者他有而有手 那就算个性很冲动的人 你还是可以从你父亲身上看到 他这个在冲动当中 他到底是什么心智 比如说 见义勇为 或者是 恶事他不要干 反正 你如果认真看的时候 父亲的优点 一样可以看到 那看到的父亲的优点 其实就是一个孝道的开始 那他的缺点 那我们这个孝季里面 就是要懂得劝接之道 懂得善巧委婉的 让他改正过失 所以父在关其字 特别是在讲心智上 有没有愿意跟父亲学的心智 而且有什么事情 要以父亲为主 为什么 因为家庭他做主 这个也包括我们在出外 当人家的部署的时候 有事情长官做主 不是你做主 为什么 因为长官才负责成败 不是你负责成败 可是你可以提供建议 可以提供计划 可以善巧方便地劝他 要这个悬崖热马 或者是改变政策 改变方向 改变做法 那你就是一个非常棒的禅谋 等到你做主管的时候 你才懂得用部署 你知道怎么用部署 才是最好的部署 这都在家庭里面练出来的 所以父莫观其行 父莫观其行 就是父亲死了 父亲不做主了 换我做主了 我做主的时候 我的行为 尤其是在三年 这一章里面 特别是在讲三年之伤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就是说 我在手伤期间 我的行为呢 我的行为是 能够维持父亲的善 或者是维持家中的老规矩 当然 饿的当然可以改 比如说抽烟 喝酒 当然可以改 这里面特别是说 善的 好的我是不是可以维持 我在这三年当中 我好好去想 父亲 他的好的那一方面 他的个性 他的做法 他的能耐 他跟人相处的那一份 好的部分 都是我要保留的 我们一般 在告别式的时候 说什么 主得流方 什么叫做主得流方 就是把父母亲 或者是祖先那一辈 好的风范 保留下来 他诚恳的 他淳朴的 他替人着想的 他节俭的 那些如果能够保留下来 那有助于加风 现在这个社会风气 很奢密 如果好好地对峙 这种社会的风气 有家庭里面 至少家庭里面 不会培养出什么 顽固子弟 花花公子 这个犯上作乱 都不会有这种孩子 那不是家庭快乐的源头吗 所以叫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 那才是孝道 这里面的孝道 特别是在讲 三年之伤 三年之伤 好好的去回想父母亲的恩德 父母亲的长处 父母亲的善行 父母亲的善行 那才是真正的受伤 而不是弄得很夸张 很扑张 很奢侈 很浪费 那是没有用的 这种三年之伤 守得才有意义的 那特别会举一个人 后面会举一个人 叫做孟庄子 孟庄子这个人 就是三年无改 他的爸爸梦陷子 那把他梦陷子的内涵保留 善行保留 善行保留 不但三年不改 还一直延续下去 所以雪如这章里面说 坏的当然要改 但是好的 那当然要延续 家中的老规矩 无伤大雅的 保留他有什么不好的 比如说时钟挂在墙壁上 父母亲生前就是这样挂 那他又不妨碍 客厅的格局又不用改变的情况下 钟表就挂在那里 有什么不好呢 餐桌 如果餐桌没有到 这个必须要换的地步 那就维持这个餐桌有什么不好呢 我记得台湾以前 早期的那些家庭里面 都是那个老快木的餐桌 通通都不要换成铁桌 铁桌很冰凉 木头桌 你看现在木头桌多贵 家里面那个快木桌 你看那个多高档的 所以有时候不必赶时髦 有时候维持老风气 维持老规矩 有时候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朱俊不晓得以为如何呢 假如觉得这张很有趣 也给你人生很大的启发 也欢迎你来听下一张 谢谢大家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